大家好,我是亚洲大学心理学系临床心理学主的硕士生 我目前现在是一年级,我叫张欣芳,大家好 会想要就读心理系其实跟我在高中时候从事志工服务有关 那我接触到的可能就是老人或者是一些儿童的部分 那在儿童的部分比较明显就是会被一些大人认为说他可能是过动,难以管教,然后对于贴标签 不过在我跟他们互动的过程之中会发现说其实并非如此 而是可能有更多我们没有去注意到的一个部分 那也是因为这个关系,所以对于人的思考模式、行为模式有了一些好奇以及困惑 所以就在高中的时候有找辅导老师讨论过这些问题 那老师也蛮鼓励说我可以往这个领域发展 那老师也就推荐我读心理学系这条路 那后来也是觉得说对人有这个兴趣 那老师也蛮推荐说亚洲大学心理学系现在很努力在经营 那也蛮多的一些成绩出来 所以老师就鼓励我往这条路来学习 当初想说读心理系没有想太多就觉得一时的热情 然后觉得冲劲 所以就选了亚洲大学心理系 那后来就读心理系才发现说原来还是要碰到数学的统计啊 还有碰到原文书一些都是英文的东西 那的确很头痛 然后刚开始也很不适应 那好家在就是也有就是会找同学求救 然后就是请教同学一些问题 然后到图书馆去借综艺本 然后来帮助自己度过这个难关 在亚洲大学他提供了蛮多的实习机会 在大二的时候就可以去申请 那我本身在大二的时候 学完社会心理学的时候就我去申请 那我在保险业来实习就可以看到说 其实学校教的还蛮有趣的是 可以运用在生活上 而且在业界里面也蛮多人会运用在这些地方 那你也会观察到就是食物上面有很多你还不懂的地方 那回来的时候在学习的时候就会觉得 会觉得就是会有更有动力去想要去学习去了解说 哦为什么会有这个原因然后会有这个结果 那另外的其他有趣的部分就是你可以观察到很多不同的现象 那你也可以学习到更多的不同的知识观点 因为我们刚开始人都会有一个刻板的一些印象 但在学心理系之后老师会强调要多元化的心态 还有同理他人 所以在后面的培养之中会慢慢会觉得 静下来慢慢听其他人在说些什么 会觉得哦每一个人的故事真的很有趣 并不是我们自己所想的这个世界一样 那在听很多他人的故事的时候 其实你也会丰富自己的人生 这一点我觉得在读心理系之后 看了很多一些案例或者是听了老师的一些分享 以及自己参加食物的一些学习的过程之中 获得最多那也觉得在这条路上 一直有动力继续前进的一个兴趣的来源 请听吧 因为我们现在人生活步调很快 然后我们会急着想要先发言 那我的个性就是如此 那在训练的过程之中 也是让自己慢下来 然后听听别人在说些什么 在听的过程中去学习 就是会发现说有很多 其实以前没有去注意到的可能 慢下脚步去听这个周遭的环境发生了些什么事情的时候 其实对自己的一些心理状态 心理的状态就是一些沉淀或者是思虑上面的话 其实也比较清晰 那也比较能够了解到别人在说些什么 那别人可能在跟你诉说些 他的话中还带了什么意思在里面 那也许这是在我 就读亚洲大学心理学系的时候 所学到一个蛮重要的一个技巧 也是自我一个成长吧 那以上就是我的分享 那谢谢各位